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磅新闻 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股市的最新动态 本周一 中国股市上演了惊人的涨幅 创下16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成交额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北京近期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 让许多投资者争先恐后的进场 推动了股市的飞速上涨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的经济形势 随着国庆长假的临近 许多交易员担心错过这波涨势 从而加大了买入的力度 蓝筹股CSI300指数 在短短5天内涨幅超过25% 显示出股市场已经进入牛市的轨道 这次反弹的背后 是中国政府为应对经济放缓 而推出的最降刺激政策 包括降息和增加财政支持 让市场信心逐步回暖 最后我们也不能忽视国际局势的影响 美国最近批准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 这一举措引发了北京的强烈反对 并再次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 同时奥地利的选举结果 也显示出极右翼政党的上升趋势 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 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股市上演狂飙 刺激措施推动股市翻红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本周一 9月30日 中国股市迎来了16年来 单日最大涨幅 成交额也创下历史新高 北京近日寄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 大力推动了股市的上涨 蓝筹股 CSI300指数较2月低点上涨 近30% 根据一些市场的定义 这表明 股已进入牛市走势 大幅疯涨开始在上周的几个交易日内 本周二 中国开始国庆长假 许多交易员 担心错过这一波上涨机会 这种情绪推动 CSI300指数在收盘时 大涨8.5% 5天内累计涨幅超过25% 刷新了历史记录 与此同时 上证综合指数总成交量达 1.17万亿元人民币 涨幅达到8.1% 自上周二 9月24日 北京开始推出刺激措施 已遏制经济放缓以来 该指数在5天内 累计上涨21.4% 创下自1996年以来的最佳表现 对于CSI300和上证综合指数来说 这次涨幅 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中国股市的这轮反弹 源于上周北京推出的 自疫情以来最强有力的刺激措施 包括大幅降息 财政支持等举措 尤其是央行推出的新规 包括允许基金 保险公司和券商 更方便地获得资金 以购买股票 一系列政策迅速提振 此前低迷的中国股市 金立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 黄德基表示 这真是一次重大的转折 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见 我们从未见过如此明确的指示 既要阻止房价下跌 又要提振股市 许多外国投资者担心措施良机 本地散户也在询问 我应该增持哪些股票 而机构投资者 则争相追赶入市 结果大量资金涌入 将恒生指数 推升至2万1千点 香港恒生指数 周一上涨2.4% 目前年内累计涨幅 约为24% 已超过台湾 成为亚洲表现最佳的股市 周日 9月29日 央行宣布房贷利率下调方案的同时 广州 上海及深圳 都宣布调整房地产政策 预感在今年最后一季 带动房市交易 这些举措 让房地产股票大幅上涨 周一内地上市的房地产股 飙升8.2% 彭博社指出 尽管近年来着中国股市多次出现假曙光 但越来越多人相信 这次可能会有所不同 当局展现出强烈的紧迫感 誓言实现 今年大约5%的经济增长目标 市场信心正在回暖 路透社等 德语媒体 习近平的新时代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科隆城市报 发表评论写道 75年前 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年后的今天 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仍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但中国又出现了一位 像毛泽东一样 大权独揽的新领导者 习近平 这篇题为 中国的新时代的评论写道 10月1日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5周年的纪念日 但对14亿中国人的大多数来说 现在值得高兴的事情 着实不多 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 已经过后 疲软的内需一直无力复苏 而房地产危机 更是令中产阶级的财富严重缩水 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 经济快速发展 以及普遍的乐观情绪 已经成为过去 这条东方巨龙 正在失去活力吗 对习近平来说 他祖国的转型 可能才刚刚开始 在他的第三个任期内 这位71岁的老人 正全力以赴地 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过去 几十年来所履行的社会契约 对这位党的总书记 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来说 保持对意识形态的忠诚 和保障国家安全 才是最为重要的 他向人民承诺的 不再是发家致富 而是要增强爱国自信 在他的中国梦愿景中 娇生惯养的年轻一代 应该勒紧裤腰带 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努力工作 这个社会主义强国 虽然在科技领域 取得了诸多成果 在国际舞台上显得日趋自信 但个人致富 则不再受到鼓励 恰恰相反 习近平在其历次讲话中 已经多次明确表示 他反对以欧洲为样本的 腐朽福利国家 因为这样会摧毁人民的劳动意志 评论指出 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方式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 得到民意的支持 这一点无从考证 因为在中国 任何人胆敢对中央政府提出批评 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过去几年来 很多企业家选择用脚投票 数十万人前往新加坡 日本和美国移民 东部沿海城市的年轻人 也对糟糕的经济前景 和这个不断以其价值观 干预人们日常生活的政党 感到沮丧 不过 乡下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很多人家里 仍挂着毛泽东画像 而习近平掀起的反腐运动 也被人们广泛称道 人们还喜欢不断重复党报的宣传 外国到处都是战争和混乱 而在党的保护下 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南德意志报》 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5周年 发表了长篇报道 文章写道 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看来 过去的75年 是一段成功的历史 是党领导人民 从一个胜利 走向另一个胜利的 历史 在这种成功叙事中 找不到失败和错误的踪影 该报写道 必要情况下 中国的统治者 总能当着人年的面 去改写历史 中国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成就 75年以来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延长了一倍多 1950年 千明新生儿中有四分之一 在未满周岁时 就已夭折 而现如今 婴儿死亡率 已降至千分之八 2020年 又实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习近平在这一年宣布 中国已经摆脱贫困 不过 也有人 对此提出质疑 时任总理的李克强 也在2020年表示 中国仍有6亿人口 月收入不足1000元 当前的事态不容乐观 这一点从中国海外项目 开始追求小儿经中 也可以看出端倪 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 中国现在面临着严峻的问题 人口发展趋势就是一个例证 70年代末开始 大多数中国人 只被允许生养一个孩子 今天的现实说明 政府当时严重决策失误 目前 每5个人当中 就有一人超过60岁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程度 可能很快就会赶超日本 养老金体制面临崩盘 而医保系统更是千疮百孔 毛泽东当年要打造一个伟大的民族 而现如今 中国人口却在不断萎缩 摘一字其他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投资者害怕错过车 中国股市周一疯涨 创2008年来 单日最大涨幅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受当局一系列 应急刺激措施的激励 投资者争先恐后的买入 使中国大陆股市周一 9月30日暴涨 创下自2008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国内股 创下历史最高成交量 路透社报道说 上证宗旨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大涨248.9点 升至3336.50点 涨幅为8.06% 交易量达到1.17万亿元 自上周二 北京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 以阻止更广泛的经济放缓以来 上证宗旨5天的涨幅 达到21.4% 为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作为中国第二交易所的深圳宗旨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则飙升10.93% 或189.91点 涨至1927.48点 交易量达到1.4万亿元 沪深300指数 CSI300 蓝筹股 从今年2月的低点 上涨了近30% 根据一些市场定义 该指数表明 目前处于牛市中 但是大部分回升涨得太快 主要来自上周以来的几个交易日 报道表示 许多投资者担心 他们可能会错过周二开始的7天11长假期之前的上涨 因此积极买入 帮助提振了沪深300指数 收盘时上涨8.5% 使其5天涨幅超过25% 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强涨幅 报道表示 周一也是自2008年以来 沪深300指数 CSI和上证综合指数指数 SSEC的最佳单日涨幅 上周二以来 中国政府宣布了 从大幅降息到财政支持等一系列 自新冠病毒大流益以来 最激进的刺激措施 试图支撑持续陷入困境的经济 为了提振股市 中国的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 PBOC 还推出了两种新工具 来支撑资本市场 其中一项包括互换计划 允许基金、保险公司和经纪人 更容易获得资金 以购买股票 这犹如为长期受挫的中国股市 注入强心计 这些股市在本月初 还徘徊在多年的低点附近 因为投资者对中国的增长前景 感到担忧 这真的是一个大转变 政策如此密集 我们从未见过如此明确的指示 来阻止房价下跌 并支持股市 金利峰证券 Keynston Securities 研究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Wong说 很多外国投资者 害怕错过机会 本地散户投资者 问我应该加仓什么 机构投资者纷纷涌入市场 迎头赶上 大量资金流入 已将恒升指数 推高至21,000点 香港恒升指数 HEMSAM Index 周一也上涨2.43% 升至21,133.68点 涨幅为501.38点 香港股市 今年已经回升了约24% 取代台湾 成为亚洲表现 最好的股票市场 报道说 推动这一积极势头的 另一个举措是 中国央行周日称 将告诉银行 在10月31日之前 降低现有住房贷款的 抵押贷款利率 作为支持陷入困境的 房地产市场的 全面政策的一部分 南方重镇广州市 也在同一天 宣布取消所有购房限制 而上海和深圳 则舒缓了购房限制 这些举动 激励了房地产公司的 股价飙升 在中国大陆上市的 房地产股周一 上涨了8.2% 而恒升内地 房地产指数 SOMP 也高升6.4% 投资者还乐观地认为 当局这些最新措施 可能有助于 重振中国为米不振的 国内消费 也让必须消费凭股票 XX上涨了8.8% 创下16年来的 最大单日涨幅 不过 法新社援引市场 分析师的分析说 目前现在很少 有人购买房地产 而考虑到房地产业 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 这会影响消费 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法新社还报道 周一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9月份的制造业活动 再次出现连续第五个月收缩 中国国家统计局 NBS的数据表明 9月份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49.8点 PMI是工业产出的 关键情语表 高于50 意味着制造业活动扩张 低于50 则表明制造业活动收缩 8月份的PMI指数为49.1 显示是更为明显的收缩 据官方数据 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5.2% 是30年来的最低水平之一 鉴于经济活动面临的困难 一些经济学家 对这个数据曾表示怀疑 中国当局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定在5%左右 不过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面临很多障碍 这一目标似乎较为乐观 这也是促使中国当局 近期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的主因 中共建政75年 分析习近平影响力仍存 国内外挑战恐加剧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日 将迎来建国75周年 习近平是中共建政以来 唯一任期超过10年 迈入第三任期的国家主席 分析人士说 大权在握的习近平高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 对一整个世代中国人的影响之甚 在未来中国 迈向2049年建国百年的路上 绝不容忽视 走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党国体制 依旧牢不可破 而巩固其统治的两大支柱 分别是立国之初 就被视为根本的民族主义 极长达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依中共 依当领政的 体制 习近平处手握党的总书记 和中央军委主席之权柄 更是中国自1949年建政以来 唯一的三连任国家元首 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 因此 十一建国75周年前 在无任何迹象显示 习近平将于第三任期终结后 主动退休的前提下 下一代中国人不禁要问 当25年后的建国百年到来时 中国将是何景况 学者 习近平灌输两代中国人 进攻性民族主义 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中国经济成长放缓 习近平愈加以重操弄民族主义 香港进会大学 政治及国际关系 荣修教授高敬文 John P.L.K.B.Stan 年初曾告诉美国之音 习近平通过提出 民族复兴的诉求 和强化宣传等手段 深入发展所谓的 进攻性民族主义 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 James Town Foundation 的资深研究员 林何利也说 中国年轻人 热血而单纯 是最容易遭民族主义 冲昏头的群体 他说 习近平在位12年 已通过中共宣传机器 将这种进攻性的民族主义 植入一整个世代 年轻人的脑海中 若让习近平再做完两任 至少有两代的年轻人 会受到这种 强烈民族主义的洗脑 中共7月 开完20届三中全会后 林何利曾撰文分析 连任三届的习近平 透过其习近平思想 指引共产党和国家 保证他继续担任党政军 三位一体的最高领导人 换言之 2049年建国百年前 在习近平思想 以及进攻性民族主义下 成长的一辈人 将成长为 中国社会的中间分子 林何利认为 这些新一辈的年轻人 将勇于对外斗争 眼里也容不下妥协 恐为中国带来灾难 林何利告诉美国之音 中共的宣传机器很厉害 所以他 民族主义 是影响到一 两代的年轻人的思想 跟他们对于发展国家的理念 对于中国以后的发展 我还是不太乐观 在台北的台湾大学 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民则说 习近平标榜的中国梦 即承袭了毛泽东 1949年10月1日 在天安门广场喊出的口号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他说 习近平2012年上任不久后 即提出民族主义色彩 强烈的中国梦 他又在2017年的 中共十九大上 揭示其要在2049年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 野心 一般认为 习近平意在与美国争霸 习近平打破中共接班设计 恐加剧夺权斗争 陈世民认为 习近平着眼的 并非只有第四任 而是终身制 不过 他越搞不定经济 就只能诉诸民族主义 和爱国情操 来确保其统治正当性 最经典的手法 自然是通过 对外强硬的军事手段 以转移内部矛盾 现年71岁的习近平 能否掌权掌到2049年 尚未可知 但对中国而言 现在最迫切的政治危机 是权力继承的不确定性 陈世民说 中共的二把手 国务院总理李强 即排名第五 但被习近平视为 头号心腹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都非潜在的接班人选 若接班人从缺 万一习近平突生变故 届时党内掀起的权力斗争 将是场腥风血雨 陈世民告诉美国之音 未来很大的变数当然就是 要当习近平接班人 引起的权力斗争 可能会让中国 于斗争之下 处于某种程度的政治混乱 使得他的对外政策 将是个不理性的状态 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的 联合例则说 无论习近平的接班人是谁 由他打造的高度极权体制 仍将延续下去 而中共昔日的 九龙治水领导模式 恐不会再现 他说 目前中共党内 还未看到明显的 改革开明派官员冒出头 只有遵循习思想 而得势的官员 他们当然会遵循习近平 定于一尊的既定路线 因此 2049年前 中国恐仍长期笼罩 在习思想的教条下 经济疲软 或为中共长期执政 埋下地雷 分析人士说 长期而言 中国最大的执政挑战 仍是维持高速经济成长 但随着以后 经济复苏力道疲软 房企连连爆雷 股市也起伏跌宕 中国经济前景不佳的阴霾 恐将持续多年 其中 最让北京当局的头痛的 恐是高企的青年失业率 去年6月 16至24岁年龄层的青年 失业率达21.3% 创历史新高 逼得官方盖牌 暂停发布该数据 即便统计方式优化后 今年8月的青年失业率 仍停留在18.8%的高档 联合力说 高失业率 引发中国社会动荡 民众也将对中共的统治 正当性新生质疑 这是中国迈向建国百年的 最大不确定性 台湾学者陈世民也同意 经济走缓下 人民不满情绪 急需找到宣泄口 导致中国近年来 有记录的抗议事件 数量持续攀升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旗下中国意义监测 China Descent Monitor 的统计数据 2024年第二季 中国境内发生的抗议事件 同比增加18% 此外 本季与业主与建筑工人 有关的抗议也攀升 占资料库 成立于两年来 约共6400起 案子的44% 彰显防势危机 对人民生计的重大影响 美国 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 李恒青 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中共政权已陷入塔西陀陷阱 Tecitas Trap 在人民心中 丧失名誉和信任 因此 经济下行时 就算官方要求 畅想经济光明论 人民也不信 他认为 习近平为了顾全 未来会有更激烈的控制措施 李恒青说 他 习近平 可能用些什么办法来摆脱困境 发动局部的战斗 或者是在国内 又掀起向文化 大 革命 利用民众的仇富心理 再发动一场军贫富的过程 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 所以 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 中国应该是正值多事之秋 危险的时代 中国对外关系紧张 国内治理风险加剧 除经济困惧外 中国的国际地位 也影响习近平 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 执行主席 陈奎德分析 中国暗住 俄罗斯对抗西方 让中俄关系 看似紧密 但只要乌克兰战争一结束 俄罗斯的威胁程度 快速下降 甚至基于 同属欧洲国家 或宗教等因素 俄罗斯 若快速修复 其与西方的关系 届时 中国恐成为被全球孤立 围堵的唯一目标 陈奎德告诉美国之音 俄国自我认同是欧洲国家 是基督教的一脉 东正教的国家 与西方传统上的亲缘性 比中国大 且欧美现在一致认为 中共是比俄国更大的威胁 因此 习近平政权 将来会受到西方更大的孤立 陈奎德认为 中国经济疲软 加上外交四面树敌 已侵蚀到习近平的党内威信 因此 他在寻求四连任的路上 势必面临激烈斗争 他说 尽管习近平的权势 仅次于毛泽东 但中国社会40年来 受惠于改革开放 既得利益阶层的人士 已过贯优渥的生活 因此 无论是红二代 民企或中产阶级 都不可能接受 中国重返专制 又贫穷的极权社会 在台北的政治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所 兼任教授李有坛认为 在中美对抗态势下 习近平将拉拢第三世界 或开发中国家 以共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他也会联合专制 独裁体制的国家 以对抗民主国家 李有坛警告 对于这些专制 独裁领袖而言 中共提出 互不干涉内政 一起对抗西方的主张 有其迷惑性和吸引力 但未取得 与美国较劲的本钱 中共势必更加强化 国内管控 李有坛告诉美国之音 在美国为首的 西方民主阵营 已经采取对抗的情况之下 除非中国 内部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否则他们 中共不可能改弦一辙 只会越来越强调 透过高科技技术 加强社会控制 来达成他跟西方竞争的目标 拜登批准向台湾提供 5.67亿美元军援 北京批美严重违反一中原则 美国之音中文网 白宫表示 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 星期天 9月29日 行使总统拨款权 批准向台湾提供 价值5.6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是在台海紧张局势 持续升高之际 美国政府再次为台湾 提升其自卫能力 而采取的最新措施 北京当局对美国的行动 表示强烈不满 称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拜登根据美国宪法 及法律赋予的权利 授权从美国国防部的 防御物资及服务中 调拨最高5.67亿美元 以及军事教育和训练 向台湾提供援助 这是美国迄今最大的 此类援助计划 白宫的声明 没有谈及任何其他细节 美国与台湾 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是双方长期保持密切的 经济文化人文 以及安全关系 美国还是台湾 主要的尖端武器供应国 也是台湾在国际上 最重要的支持者 今年4月 拜登总统签署一项 价值950亿美元的 对外援助法案 其中600多亿美元 提供给乌克兰 其余的军援提供给以色列 台湾和美国在印太的其他盟友 针对白宫宣布 向台湾提供新的军援 中国政府并不令人意外地 表达强烈反对的立场 美方再次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 实际上是为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 推行台独 挑衅一个中国原则撑腰打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在星期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 对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 就是台独势力分裂活动 和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 对其的纵容支持 林健又说 台湾的中央社 引述台湾退役军官和军事专家的话说 美国此次向台湾提供的军援 包括多余态势感知项目 这项援助将有助于提高 台湾在空地海等领域的预警整合能力 同时增加战场共同图像 联合作战 以及指挥管制有效火力运用 从而强化台湾军方的卫星情报传递能力 空军导弹预警中心直管掌州与平上校 向中央社表示 多余态势感知将 为例如预警机 地面或海上雷达等 不同区域内的雷达系统进行整合 并建立多重路径 使其能够借由例如卫星等方式 让在台间建立联系 甚至不排除与北约Link 22数据链系统建立联系 台湾国防部下属智库 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 向中央社表示 多余态势感知识 指三个实体 陆地 大气 水下或太空 以及三个虚拟空间 电磁 网络及心理 而感知就是雷达等 感测器数据链的链接与传递 美国对台此次军援 将强化台湾军方战场相关侦测装备 特别是战术通信领域 或被称为 国军训安系统的 Link 16 苏子云指出 美国屡次使用总统拨款权 向台湾提高军援 在战略以及政治上意义重大 说明台湾已经被美国 视为非北约盟国 台海两岸同文同种 但是自1949年起便分离分治 互不隶属 北京当局坚持拥有对台湾的主权 而且即使诉诸武力 也要实现两岸的统一 台湾的民进党政府 则坚持认为 台湾的未来 只能由其2300万人民自行决定 奥地利大选 极右翼政党获胜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在奥地利周日 9月29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 极右翼的奥地利自由党 成为最大政党 该党获得了约29%的选票 紧随其后的是 现任总理内哈默 卡尔尼海默 领导的保守派奥地利人民党 获得约26%的选票 社民党得到约21%的选票 执政的绿党8% 自由派新奥地利与自由论坛党 获得约9% 从选票的得失情况看 自由党增加了近13个百分点 人民党失去了约11个百分点 社会民主党基本保持不变 绿党损失了近6个百分点 这个选举结果意味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奥地利人民党和社民党 交替独大的局面 画上了据点 而在当下的欧洲 很多国家向右转的趋势 还在继续 自由党当选第一大党 但无力阻隔 选举结果刚刚浮出水面 自由党主席基克尔 Herbert Kiko 便称 这是一次 选民的权威表态 他说 他的政党已准备好与其他政治力量 展开阻隔谈判 我们准备好领导政府 他在接受公法电视台 ARF采访时说 其他政党应表明 他们对 民主的立场 投票前一天 现任总理内哈默 即公开表示 排除同奥地利自由党 联合执政的可能 选举当天 他再次重申这一立场 他批评自由党党魁基克尔 保累奥地利 保累自由的 竞选口号 称他已经极端化 根据选举结果 理论上 自由党同人民党 在议会拥有过半一席 可以联合执政 自由党此前 曾多次参与奥地利执政 但一直是以小伙伴身份 基克尔本人 曾担任过奥地利内政部长 总统有权 首先委托一个政党组阁 在奥地利 联邦总统有权决定 首先委托哪个政党组建政府 周一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 Alexander van der Beelen 强调 他将确保在组建政府的过程中 法治国家 三权分立 以及人权和少数群体的权利 不容改变 但总统同时敦促个政党 展开组建政府的谈判 他表示 现在是相互接触 对话 协商 已达成良好且稳固的妥协的时候 找到这些解决方案 可能需要时间 女士们先生们 这段时间是值得花费的 综合报道 思想先驱报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